3月20日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了一个在香港举办的Web32023投资峰会 本次大会是由数字资产财富管理平台Aspendigital组织的为期一天 与会者有来自香港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官员 也有企业 银行 国际家族办公室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顶级数字资产独角兽创始人等等 许正宇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发言内容 对于港府对Web3的看法 许正宇首先表示Web3不仅仅是一个流行语或炒作 这是一种范式转变 将改变我们在互联网或未来元宇宙中 与信息 价值和信任互动的方式 他有可能实现更加去中心化 高效和包容的平台和服务 从而赋予用户和创作者权利 他还将为创新 创业和社会影响创造新的机会 在提到香港对于在此领域的发展具备什么条件时 他说香港具备优势 能使香港成为亚洲及其他地区领先的Web3枢纽 他说香港政府非常重视虚拟资产和Web3 政府高度承诺要发展该行业 并未像现有的所有从业者一样的 在该领域充满热情的开拓者和初创企业提供全面的支持系统 许正宇还表示 香港拥有充满活力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有超过800家金融科技公司在为市民和商界人士提供不同种类的创新和便捷的金融服务 在虚拟资产发展方面 他说政府去年发表香港发展虚拟资产政策声明 列明了政府的愿景和政策方向 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将致力营造便利的环境 并根据国际标准及时和必要的设置霍兰 以减轻实际和潜在的风险 并促进香港虚拟资产行业的可持续和负责任的发展 许正宇说政策声明广受业界欢迎 截至2023年2月底 投资推广署已收到超过80家与虚拟资产相关的内地和外国公司 他们都表示有意在香港设立业务 这些公司包括虚拟资产交易所 区块链基础设施公司 区块链网络安全公司 虚拟货币钱包和支付公司 以及其他构建Web三生态的项目 他们主要询问了政策声明的实施细节 监管要求、人才入境的签证要求 他们也询问了对虚拟资产和Web三领域的针对性支持措施等 并且探讨了在香港设立企业的可行性 截至2023年2月底 来自内地、加拿大、欧盟国家、新加坡、英国以及美国等地的23家公司 向投资推广署表示计划在香港开办业务 他们的业务领域包括虚拟资产交易所 区块链基础设施、区块链网络安全等 许正宇在讲话中也谈到了另一项最新也是最令人关注的 就是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建立发牌制度的问题 他说该制度将于2023年6月开始运作 通过建立全面和清晰的监管体系 期待更多优质的虚拟资产企业来港开展业务 或在香港寻求发展机遇 此外他还提到 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在研究稳定币的监管制度 目标是在2024年实施相关监管 许正宇在关于市场发展方面表示 政府改进了证券规则 允许受监管的中介机构向香港的散户投资者 提供合资格的虚拟资产期货ETF交易 这是香港成为亚洲市场的先驱 他说仅仅几个月内就有三只虚拟资产期货ETF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了 许正宇说港府正在与内地合作 在香港测试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 而且还与多家中央银行合作 开发多个央行数字货币的桥接项目 以加快跨境支付 此外香港也在研究 与可能发行电子港币有关的问题 许正宇还表示 为协助金融科技公司向中国内地 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拓展业务 香港政府于去年12月推出社区网上平台 鼓励本地企业将金融科技公司 与本地及全球的用户和投资者联系起来 他说 目前香港数码港已经形成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的社区 包括金融科技、智能生活和数码娱乐等领域的多家与Web3相关的科技公司 因为数码港已经关注到Web3的发展 于今年年初便成立了Web3的Habay Cyberport 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 许正宇说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了专上学生金融科技的实习计划 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参赛学生将获资助 该计划有助于合格的学生 在香港或大湾区的金融科技企业获得实际工作经验 也能帮助他们及早培养毕业后投身金融科技失业的兴趣 许正宇表示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将拨款5000万港元通过举办大型国际活动 以及广泛的青年研讨会活动等举措 来加速Web3生态的发展 让业界和企业更好地把握前沿发展 促进跨界别业务合作 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最后他说 Web3生态系统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网络 由广泛的服务提供商和开发商共同努力 将香港所倡导的创新与传统金融联系起来 虽然政府会致力于营造一个有利于Web3的环境 使业界得以蓬勃发展 但也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在香港发展 感谢您收看收听炼金方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증明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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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